生命密码 第二章 生命的意义 有多少人在追寻生命的意义呢 有多少人在真正的寻找生命意义 请反复的问一问自己 我是否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这个问题可以帮助你看破和放下许多 当你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时 表明你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提出了质疑 这非常好 欢迎大家多提问题 也欢迎大家可以勇敢地提出自己对生命的疑问 以及对地球的疑问 对这个整体世界的疑问 回归到生命的本质问题 何为生命 上述已经讲解 意识构成了生命 这可能很难理解 因为意识是不可见的 而我们所理解的生命 是能够看到出生以来的形体 以及入灭之前的状态 我们把这样的物质层面理解为生命 如果紧紧把物质层面理解成生命的话 你认为生命还有意义吗 是的 这里可以暂停一下 让我们暂停五分钟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生命是物质构成的形体 既然它有出生 也会有死亡 那这一段生命有什么意义吗 是的 你可以静静地将这个问题带到你心中去问一问 仅有物质层面的身体 这一生一世会有意义吗 很显然 在这五分钟过后 你已经有了答案 如果人类仅仅是有物质形态上的身体 把它作为生命的话 这样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 你如果不去探寻生命的本质意义的话 就像行尸走路一样生活在世界上 不知所云 不知所为 盲目地从属大众的行为 就像一群羊从这一处被赶到那一处 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被喂食 也可能被剪去羊毛 去创造整个社会所谓的价值 或是在生命的过程中 被剥夺形体 或者万中有幸的话 你可以正常地老死 所以 如果把生命仅仅当成是物质形态的话 人类是如此可悲与可怜 我们要探寻生命的意义 一定要懂得追问生命背后的状态 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生命 如果在上一章的陈述中 你对意识构成生命这个认知还不够深刻的话 那么请你将本章的意识构成生命 深深地烙印在你的认知系统中 这将全面地洗刷你从小到大被灌输的知识概念 我们回顾从小以来被灌输的知识概念 是教你如何学习 如何认字 如何写字 如何计算这些能力 但从未有人告诉你 为什么要掌握这些技能 即便是老师 你好奇地去问老师 大部分老师可能会回答你 是为了你学习成绩好 如果你继续追问 为什么需要学习成绩好 老师会进一步地回答你 是因为你可以当班上的尖子生 你再继续追问 为什么要当班上的尖子生呢 老师可能回答你 你会为整个学校争取荣誉 再大一点 再进一步 你可能会为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争取荣誉等等 再问深一点 为什么要争取荣誉 那可能再回答你最重彩的一笔 你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你的名字 那为什么要留下名字 这时 绝大部分老师可能就无法回答你 当老师无法回答你的时候 可能只能打断你 或者会反问你 为什么要问那么多 当你被老师的权威所压制的时候 你的灵性同时也被打压 你与生俱来的探索精神 也从此被压制 为什么人类能够进步 是因为人类的好奇心 是因为人类的意识中 含有去探寻自己生命本质的根本疑问 但如果这一点被抹去的话 那么生命的本身真的就变为没有意义了 如果我们允许孩子的天性自由地发挥 自由地生长 那我们目前的世界可能会更加多彩 丰富以及多样化 更多的创造性思维会再一次迸发 这里提到的创造性思维便是意识的本质 意识是来创造的 我们多彩多样的物质生活 都是源于意识之动 因为意识一动 我们会有灵感的迸发 因此会有更多的发明创造 人类是天地之灵 在于它的意识之动 是有先天的创造性 因此成了生物之王 要说人类既无利尺 又无利藻 又无防御的皮毛 为何现在人类能成为地球上主导性的生物 以碾压一切的智力 征服在地球上其他的拥有利尺 尖牙 皮毛的生物 就在于人类的意识之动 人类的意识之动是如此重要 是人类的发展 以及生命的主宰 是一切的基本 明白了这点 才可以真正开始探索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就是创造 意识之动的本能便是创造 创新 再进一步探索 会发现意识能量波从诞生以来 从来就没有锻炼过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有形的物质身体 有生灭的过程 而意识从来没有生灭 也就是意识是无限延展 无限延长 不断地在振动 这段意识波将带你走向何方 以及何处 便成为了我们探索生命意义的续片 我们所导向的正念 正思维 正行为 将是这道意识波动的主要旋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